请进 总监 汉远柱的搭档男模人选筛选好了 你看一下 有多找几间经纪公司提人选吗 有 我们总共收到一百多个人 最后筛选出这十个 看起来还不错 怎么会有乔凡 是亚伯送来的吗 对 而且我们大家投票 最高分的就是乔凡 他都没有跟我提这件事 应该是亚伯自己私下推的吧 欣欣 我问你 你觉得乔凡适合吗 当然适合 乔凡不管是脸蛋 身材还是气质 每一项都是满分 而且他阳光健康的形象 百分之百符合我们新运动的品牌 来定位 这不是我有点在说的 是大家都这么说 总监 借我一下 你看 他们两个要是能够站在一起拍照 那个画面一定超棒的 到时候我们的新运动 一定会大卖 而且我要是男模的话 可以争取到跟原住友 这种顶级大咖合作的机会 我一定抢破头都要争取的 可以把这种经验写在履历上面 到时候整个模特的事业生涯 还有不止 整个人生都会大放光彩 你也太夸张了吧 不过 个人助而搭档的模特 我要再问问看艾伦的意见 所以人选的部分 你再让我思考一下 你先出去忙吧 好 那你决定好再跟我说 好 谢谢 谢谢 小心点 谢谢光临 慢走 不得了 今天生意这么好 白天到处外送 这么晚又有人来买外带 因为我早上在开店之前 先去附近的路口 发了两个小时的传单 我发现蛮有效的 刚刚那两个人 就是看到传单来的 这个 你怎么会突然想去发传单 因为上次跟你聊过之后 我想了一下 我发现自己 真的太不积极了 就算不想开连锁咖啡厅 至少还要把这间小店的 成绩顾好 而且说过 要给你安全感 我就要说到做到 发传单只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延长我的营业时间 多赚一点钱 那模特的工作呢 你不做 还是要继续做 只是最近找我的案子 真的有点少 模特的工作就是这样 蛮现实的 年纪到了 又没什么名气 就找满满蛋说了 那如果 我是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 很好的工作机会 你想不想试试看 你要介绍工作给我吗 现在辛华跟Alar有个计划 我们想请袁朱尔 做新运动的代言人 国际名模袁朱尔 还蛮大手笔的 而且我们还要找一位男模 跟他一起搭档拍海报 现在很多经纪公司 都有提人选 亚伯提的名单里也有你 奇怪 亚伯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都不先跟我说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你希望我去吗 我又不是你 问我干嘛 因为我的未来有你 所以我想要听听你的意见 当作我做决定的重要依据 我的意见 我觉得这对一个模特儿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努力争取 而且就像你说的啊 模特儿这个行业 又不能做一辈子 但我还是希望 你可以留下一张 耀眼的成绩单 有一个漂亮的结尾 总好过什么慢慢淡出吧 说得很有道理 而且也可以赚到一笔酬劳 就可以把它当作咖啡厅 营运的资金 拜託 现在预算拉高了 所以费用不低 这么棒 面子里直都顾到了 好 我听你的 我会努力争取 先讲好 我是不会偏袒你的 最终人选 我还是要跟妳来讨论之后 才能决定的 但是你对你的男朋友 应该很有信心吧 对吧 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信心 就那么一点点 好 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好 我谢谢你 替我想得那么周到 为了答谢你 我就做一份 专属于你的VIP杯果 杯果 我好饿 那你赶快坐 这个时间就留给VIP的你 我去关门 请进 总监 Alan到了 我已经先请他去会议制作 好 我马上过去 好 能不能中选 就看你们Alan的缘了 就他了 就这个叫乔凡的男模 你要不要先找他来碰个面 再决定 上次签约的时候 不是已经看过他了吗 而且他不是你的 这次我没说错了吧 我上次就觉得 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类型 阳光男孩 他来跟朱尔沛绝对是完美 比较合适合 还是陈总监 你想要尝试不想让他曝光 没有 我完全尊重你的意见 那就决定是乔凡了 太棒了 我们行销部也一致认定 他是最佳的人选 既然男模已经决定了 那朱尔那边呢 什么时候能跟他见个面 谈下合约 他刚到台湾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还没回我讯息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还没有决定要跟我们合作 那如果他不接代言人 我们不就白忙一场了吗 Alan 以防万一我们要不要先问问 看其他名模 有没有合作的一样 不 不用 凭我跟朱尔的交情 他一定会接 只是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让我来搞定他 这张给我 我现在就拿这个 直接去找他谈 等我好消息 再见 展示 冲 选择 擅辑 感谢观看